这才是最好看的贺岁片 有绝版的明星热闹的喜剧 感人的爱情引河的科幻 总之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与其出门看烂片 还不如跟我一起重温下这部 三十年前的加油喜事 先给大家拜个年 我们的故事也正式开始了 长家有三个兄弟 那是各顶各的人才 大哥长满刚结婚五年 就已经厌倦了家中的黄脸婆 开始在外面找小三了 老婆如衣服嘛 我只多弄件衣服来穿一穿 你以为像你呀 女人如臭袜子 天天换 三弟偿欢的是个花花公子 对待女人从来不负责 泡妞当然不用负责任了 要谈战术 这就跟打仗一样 赢我是稳赢啊 但我绝不能收容战俘 只有老二常说正常点 对待真操问题十分的看重 你们两个一点道德观念都没有 还猜什么真操吗 你为什么不结婚 生孩子才痛了吗 我们按照顺细先讲讲大哥的故事 他年轻有违 胜意成功 唯一让他不满意的就是老婆成大嫂 其实成大嫂也挺不错的 天天在家伺候一大家子的人 没日没夜的干活 对他二老呢也是尽心尽责 没话可说 妈 我帮你把扣子钉上 哦 不过长满却连结婚纪念日都不回家吃饭 出去给小三希拉送了一个大金镯子 今年两人相识一周年去了 嗯 你擦的香水都这么有taste 更可惜的是 在外面花甜酒滴之后 回家也不交公粮 还好第二天长满订了一家高档餐厅 要给成大嫂补过结婚纪念日 只是刚坐下来就接到了希拉的电话 说看到了长满的车一定要进来 长满没办法 只能骗大嫂说有客户要来 让他赶快回家 大嫂很体谅老公 什么也没说就回家了 出门的时候还碰上了拉西 你说尴尬不尴尬 给我来两个波士的龙虾 开评八五年的萨兔 当晚长满喝了不少的酒 拉西开车把他送回了家 长叔和长欢都看傻了 大哥今天真是勇猛 竟然敢直接把小三带回家 兄弟两个本想要接过大哥 可是大嫂也听到走了出来 哎哎 进我房间啊 别到处乱跑 一会儿别跟我抢厕所 知不知道 打完滴滴之后 长满才发现自己回到我家 还就站在老婆的面前 那为金之计只能装晕了 希拉还是不走 长满是左看看精心打扮的小三 再右看看胡子拉他的老婆 于是又开始装晕了 现在就剩下了两个女人 大嫂呢没想到 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什么也说不出口 但是希拉可就不一样了 她一看就是酒精沙场 我只想跟满满在一起 可是我又不希望你走 不过你不走呢 我又不能跟她在一起 哎 反正我不想破坏你们 我也不想别人破坏我们 大嫂这下真的难过了 就开始收拾东西 大家注意 其实长满这会儿是在装晕 还不想让老婆发现 希拉也是装模作样的 还想挽留大嫂 假如你再不放手 我就真的留下来了 这会儿呢 大嫂也需要一个台阶下 本想让长叔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 可是又想错了 不是 站在女兄的立场 我认为不应该再留在这里了 因为这件事情 让你实在太没有面子了 长叔拉着大嫂就要走 这时长满也追着出来 其实长叔是故意的 想要让大哥知道大嫂并不好惹 他还叫好了车叮嘱司机 不关门千万不要开车 可是希拉故意半倒了长满 正好关上了车门亲手送走的大嫂 你带我去哪里啊 你关心啊 这下长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二天希拉就带上了行李搬进了长家 正式成为了这里的女主人 只不过她并没有想到 长家大老以为大嫂失去旅游了 她那是新来的女佣 长叔还把之前大嫂的工作全部交给了她 就这样 希拉接替了大嫂的工作 很快也会变成一个黄脸婆 而成大嫂也没好到哪里去 她早早的嫁入了长家 没学历也没工作经验 于是只能去KTV里面做公主 陪客人喝喝酒唱唱歌 但是大嫂其实也并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唱歌她不让客人唱 自己一直在过瘾 陪酒呢她也不会 一直在帮客人打扫为生 于是大嫂很快就坐上了冷板凳 唯一会来看看她的只有二弟长叔 长叔还火上交流呢 说那个小嫂有多不好 把家里高的是乱七八糟 真想让大嫂赶快回去 大嫂听完之话 哭得呢叫一个稀里哗啦 不过她也下定了决心 要改变自己 一日 长满来KTV里面招待日本客户 没想到进来服务的正式成大嫂 不过她已经盖头换面 跟之前的黄脸婆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日本客户一见的美女就要亲亲抱抱抱 气得长满生意也不做了 上去又推开了客户 要找大嫂复合 哎 你今天晚上几点下班 我送你回家 你住哪了呀 不用了 我自己有部BMX 哎 老婆 你又搞错了 长先生 你老婆在家里呢 第二天 长满又买了一个大金镯 要送给程大嫂 大嫂虽然内心很开心 但是还是拒绝了长满 说自己尝过在家等人的滋味 让她赶快回家陪陪老婆 其实现在的希拉天天被家务缠着 也变成了黄脸婆 不过只有一点不同 就是她会乱花钱 天天不停的出去买东西刷卡 就在长家二老受业的当天 长大嫂还是来败售了 二老一看 儿媳妇终于回来了 赶快让希拉给大嫂倒水喝 这下长满可尴尬了 不过希拉也不怕事 就要主动的找回面子 大嫂要走 长满还想挽留 这下希拉终于爆发了 指着长满破口大骂 说自己要去找有钱的干爹做小三 不留在这里干活受气了 长满玩到最后 竟然变成了顾家寡人 于是全家骑上阵 就要去KTV帮她挽回大嫂 本来大嫂笑的挺开心的 不过看到来送花的长满 却气得拔腿就走 我在的时候你不珍惜我 我现在要走了 你又不准我走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吗 大嫂犹豫了半天 最后还是走了 全家都无比的失望 不过这时 歌声又响起来了 大哥的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讲讲二弟长输的故事 他是一名插花老师 一直深爱着出国留学的表妹婉君 可能是因为等得久了 长输变得越来越娘 她还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死对头 不过人家却是她的表姑妈 表姑妈 乖 表姑妈叫做无双跟长叔一样 在承认教育做老师 叫的是按摩 因为她的手法精湛 最近抢走长叔所有的学员 所以呢长叔想了一个毒计 先去校长那里告状 说无双天天虐待学生 让她去看看 然后又故意挑衅无双 要亲身做教学道具 二人从小就是死对头 无双当然不会留守了 对着长叔就要下狠手 拿着棒球棒打脚底板 可惜等到校长来的时候 无双已经把作案现场 恢复了原状 我有点事情来晚了 你没事吧 别带我 我没看到啊 我都带了 就这样无双丢了工作 校长也被打成了重伤 十三点放着枪 无双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骑着摩托车就冲到了厂家 闯进了长叔的卧室 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娘娘腔 记忆朋友 你让我失业了 把罐子扔掉 不要 把柯鲁烧掉 不要 强烈你爸 强烈你妈 不要啊 无双表姐 你表弟年纪大 受不了啊 sorry sorry 我们刚收到婉君跟家明的来信 啊 真的 二老告诉他们 你们都已经长大了 也有自己的心上人了 以后不要再打打闹闹 家明和婉君都记了信 下周就要回国 出门之后 常叔的老爸单独喊住了无双 你刚才说的话可要算话 我受得了 嗯 现在无双也没了工作就住在了常家 没事帮二老按按摩 一晚突然停电 无双带着常叔去修电闸 不小心出了电 没想到就是这一下 无双经济的抱着常叔变得十分温柔 而常叔也变成了正常男人 还在安慰无双呢 只剩二人看到了对方 还是感觉不对 于是连忙松手又做回了自己原来的样子 过了几天 大家闲得无聊 老爸提议要打麻将 上了麻将桌之后 常叔和无双又来了劲 想请一切办法都要让对方难看 就这样的打法 很快二老就赢了很多的钱 最后无双还来了一个一炮三翔 期待他拿起麻将就冲到厕所 把拍冲进了马桶 到了二老寿宴的那天 也是家明与婉君回国的日子 常叔和无双都精心打扮 要迎接各自的爱情 表演魔术啊 跳艳舞啊 他们拜完寿后就站在门口等人 首先那是常叔的心上人婉君回来了 虽然没有露脸 但是看得出身材火辣温柔可人 之后那是家明回来了 一米九几的个子看着十分壮士 只不过让他们怎么样也没想到的是 二人回来就宣布了一个喜讯 原来家明和婉君在外国的时候 谈起了恋爱 回国是为了要结婚 常叔和无双表面上假装不难过 可是回到屋里面都哭成了泪人 二人看着对方的样子紧紧的抱在了一起 既然他们都不要我们 不如我们在一起算了 我记得那一次 我们好想了 在厨房吗 于是二人拆开了灯笼拧下了电灯泡 过电之后变成了正常的男女 把身心都交给了对方 现在大哥和二哥的故事都讲完了 最后我们讲讲那个小浪题字 三地常欢 泡妞当然不用负责任了 要谈战术 这就跟打仗一样 赢我是稳赢 但我绝不能收容战俘 常欢是在电台做主持人的 平时唯一的爱好就是泡妞 而且从来不负责任 常欢泡妞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因为她有一个绝招叫做巴黎贴塔 想学的朋友一定要看下去 后面我们会详细解说 一天 有个叫做好莱坠的女孩 去电台领唱片 常欢看她打扮得这么奇特顿时 来了兴趣 于是准备的勾带一下人家 不过呢人家却看不上她 听到你的声音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很有感性 很有电影幻想的人 看你这一身造型 就知道你太没有内涵了 终于被我找到了 认为我没有内涵的人了 越是难搞的女孩 越会汲取常欢的兴趣 于是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好莱玉搞到手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一天常欢看到 好莱姨独自一人 从电影院里面走着出来 看她打扮的造型 看的应该是风月翘家人 也叫做马雀边风黄 常欢一看自己打扮得非常不合适 于是拿起笔就给自己 化了一身西装 还主动的邀请好莱玉 说要带她去看一个好莱坞 电影里面的经典道具 随后常欢把好莱玉 拉到了小溪湾 好莱玉很奇怪呀 这里怎么会有道具呢 常欢说道具不就在天上吗 你说就人家这个泡妞的思维 不花钱又能办大事 简直就是一个自觉 但是好莱玉却说 自己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 但是呢还是会给常欢一个机会 机会我只给一次 明天一早我就去东京了 如果我们有缘见面 再说吧 常欢为了抛妞是真下学本 第二天就来到东京好莱鱼住的酒店 他奔向一按门领好莱鱼开门 马上就会激动的投入他的怀抱 一个字 绝 可惜现实往往不会有那么丰满 常欢进门一看 好莱鱼正在坐着逃逸 原来乌鸦变凤凰已经下线 好莱鱼十分不满意常欢的打扮 常欢出门一看 原来最近上的新片是人鬼情微聊 那这还不好办吗 于是他马上脱掉上衣穿上牛仔裤 进屋跟好莱鱼一起坐起了逃逸 只不过他们坐得比较奇特 竟然坐了一只手 常欢一看实际成熟 马上试出了自己的泡妞绝招 把阿里铁塔翻过来调过去亲吻拿法 彻底的征服了好莱鱼 经过了一个苦战 好莱鱼以为自己得到了如意郎君 但是常欢呢 却准备提上裤子不认账 我是一个感情很复杂的人 一个感情很复杂的人 如果只爱你一个人的话 就会变得感情有缺陷 一个感情有缺陷的人 你就算永远的拥有它 也是没用的 回到香港之后又泡了一个妞 还把她带回了家 让人家去洗个澡 没想到这时 好莱鱼却来到了常家 要给常欢一个惊喜 一不一万 该不该洗 常欢哪会开心呢 她立刻关上了门 这门外一个屋里一个 可怎么办才好呢 常欢也是机灵 她拿起泥又涂在了女孩身上 让她赶快进去再洗一个澡 随后又大开房门 让好莱鱼猜一下 她这个打扮是来自于哪部电影 好莱鱼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 于是常欢就骗她说 这部电影叫做罪权甘奈迪 是男权北腿尊中山的续集 你要赶快回家找来看看 换上同样的造型再来找我 这下忽悠走了好莱鱼 常欢就准备回房 跟那个女孩大战三百回合 可是一不小心她就踩中了滑板 抱着女孩从楼上掉了下去 正好摔在了好莱鱼旁边 两个女人顿时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脚 把常欢打到了院外 常欢也是身手了得 连续几个飞身躲开了所有的来车 还在一棵树下摆起了造型 没想到这时 树上的一个鸟蛋掉了下来 正好砸中了常欢的头 竟然把它砸晕了过去 被送到医院之后经过检查 医生说这只是脑震荡 不过常欢天赋异禀 二十多岁了脑门都没有长好 正好被鸟蛋砸中了那个林凤 简单来说就是变成了白痴 下半辈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他的病症包括了这个 忧郁 杨坚峰 精神分裂 谁淫荡啊你淫荡 轻挑骄傲没大没小 叶景潜紧张 他有这个自杀倾向 虽然偿还的病时分严重 不过医院却治不好 大哥二哥没有办法只能把他带回了家 而且还找了一个护士照顾常欢 而这个护士呢竟然是自己找上门的好莱遇 他当然不是来真心照顾常欢的啦 为的只是向这个父亲汉报仇 亲手剪掉他的小弟弟 没想到就在此时 常欢突然对好莱遇说了三个字 我爱你 好莱遇这下懵啦 就陷入到了爱情当中 但是却被常欢突然喷出的尿水给磁醒啦 好莱遇吓了狠心 砸碎了一个瓶子准备要常欢的小命 没想到一进屋 常欢却哭得很痛苦 跪在地上求好莱遇原谅 好莱遇再次被感动扔下了瓶子 奔向去洗手间冷静一下 没想到常欢又在上面放了一个尿盆 正好扣在了好莱遇的头上 这下好莱遇终于爆发了 他拿起刀就冲了回去 没想到常欢却拿着一把更大的刀 现在是枪劫 难做你又趴在墙上 好莱遇看自己不是对手 就准备离开长家 临走之时他突然发现 常欢拿着一把电锯正在屋里面乱砍 而且还发现自己拿着电锯又冲了过来 好莱遇赶快抄起了一个木棍 站在门后对着常欢就敲了下去 可是就在此时 常欢却指着指白布 好莱遇不撩起白布一看 里面竟然是自己的雕像 原来常欢心中一直还是爱着他的 好莱遇大手感动 不顾一切地冲向了常欢 竟然一夜市出了那招巴黎贴塔翻过来掉过去 就这样把常欢给亲好了 不过常欢好了之后又变成了那个花花公子 天天都被一大帮的美女包围着 就在好莱遇准备再次离开的时候 常欢一不小心撞到了盘子 首先那是她的手开始发抖 然后直接倒在地上抽出了起来 女孩们一看都吓跑了 只有好莱遇没有走 还主动地帮常欢查看情况 原来就算我真的疯了 你也留在我身边 原来常欢刚刚都是装的 只是为了用这个办法撵走所有的女孩 不过好莱遇心里很不爽 说这样的常欢让自己很没有安全感 你让我太没有安全感了 常欢想了半天 到底什么才是安全感呢 终于让他想到了 最近正在上一部大片叫做终结者 里面的未来战士刀枪不入 肯定可以给好莱遇安全感 好莱遇是真的爱看电影 他看到常欢的造型十分满意 不过只有一个小条件 就是常欢要一辈子都输这个发型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本片名为加油写事上映1992年 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核碎片 票房那高达4899万 是当年香港票房的第二名 豆瓣听天高达8.5 本片通过三个性格迥厉的兄弟 讲述了三段精彩的感情 相信当年春节在影院观看的顾客 肯定会笑得千样后合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兴大运 如果觉得小鸡讲来可以 那就请长安点赞 关注一下那是更好 谢谢收看正说电影 我们有缘再见